欢迎各位来到我们家国生活的地产文哲 今晚我有很多个嘉宾在这里 当然是我们的主持人Alex 另外就是温哥华的朋友Michael 就是Cornerstone的老闆Johnson 久违了一段时间Ben 可能刚报税报完之后 现在有空一点 可以参加给我们更多的意见 就是说今晚似乎也是 但是市场过去那几个月 我们每个星期都说 很重要很重要 抢得很重要 但是这个星期好像就说 我们没有了这些声器 就是说或者我们听听温哥华那边 如果是投资如何 那个营销市场 Michael 很明显是剩下一点的 那些痴线的行为就没有了 那都是multiple offer的 那我想你每一样东西升到某个位置 都一定有一个顶点的 那我们现在就真的升到那个顶点了 就是那些一炒炒高三十万 三四十万那些事就没有了 但是都是multiple offer 那价位没得再上了 那可能就是高价成交 或者是贵的高价少少 那有些可能甚至乎是已经没有了multiple offer 其实正常一间屋呢 平均都是要过两个月三个月 买都是很正常的 不是说一掉出来就理所当然 我相信从上年十一月开始就已经是一个不正常的情形出现了 那现在很明显那些人就理性了 又没有那么发神经了 又或者有些今上已经被人批收了 是卖不了了 那就放弃了 那有些又会觉得 哇这样子先至今 我都已经层顶了 那买都于亂上了 那不如先晤了 那我想这些人的心态 现在大家大概都在静下いい 或者觉得 领 congregate 是否真的出来干净的事呢 又或者领瑞会不会出些辣椒呢 那早晚又说 又会把这个 stress test 改变 其实那这个 stress test 老实感,最主要是可以 polished first time buy 只能有钱的人影响不到的 很明顯是立了,也是經常說是供應和供應,是供求問題 那些人見到市場好了,又多了人拿出來買了 平常五月,四月份,五月份都是開始旺市的了 那現在供應多了,那就沒有那麼緊張了 那這個是re-sale市場 就是說如果你現在扔房子出來,你叫的低價都是multiple offer的 但是就不會亂來,有些偏價出現,正常價 re-sale,我早幾個禮拜前都說,我剛剛做了一個項目叫做收期 我想在北美洲都是一個數一數以最大的,有46度的 29度的高升級是第一棟 那基本上我手上的供應和供應都分開了 那我想第一棟其實已經基本上賣完 但其實他還未簽得,他還未有抵抗的 但是大家已經預訂了一些單位 那pre-sale 仍然是 也有少許發神經的,因為 就是一位難求,你認識到人就買到,認識不到人就買不到 那就是 看你找到哪個經紀 而不斷地打後這幾個星期都有 四五個盤是這樣出 那剛剛有一個suri盤又出了,又是兩天又賣完了 那基本上這些盤,你只要不是說太變態的價錢 就基本上都可以馬上賣完 正常的,你不能太過分了 你不可能在suri賣到1600元一尺,一樣是沒有人買的 但是如果你不貪心正常常的,現在pre-sale 都是很旺的 那些客人是很厲害的,現在的客人是 盤架準備好,知道你需要什麼 自己的款票做好了 Michael 那現在suri 的尺價是 900多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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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真低的那些可能是800-800元 未過千的,我想最高的那些層就會過千 那現在suri 去到哪個?最遠去到哪裏? 現在說是去到Langli的了 Langli是已經有一堆的那些 目前是去到suri的,但是很快的將來就會去到Langli Langli這陣子又是發神經這麼厲害了 我們公司,其實我很少做Langli的項目 我一生人都去了兩三次而已 但是因為有些建築群來漏 漏漏就做了,只給你一個人做 其實Langli現在很好賣的 有些發展商可能都是三兩天就賣100多單位 經紀會排隊賣的 不過Michael,現在的建築價每呎 在大溫是什麼的價位呢? 建築價每呎? 我聽說有些木又是建了多少 我一開始呢 我跟製作者,跟Billy談開 我說你建築群又沒有木 他說不是的,原來要很多木 他說要一些木來做建築群 那塊木用幾次又要扔掉 原來很多木,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其實我現在聽說,我跟製作者討論 就是覺得其實根本上的價格沒得下跌 即他不能再便宜了,最便宜就是這樣 他說以前也有15%的margin給他賺的 他說現在是沒有15%的 他有得賺你已經是偷笑的 但是我不太相信有些保留 不過你這樣計算那個margin 都是很... 即是沒有說那個margin賺多少 其實那個project risk 我覺得是在這裏 剛剛好像在Toronto Starding Global Mail 說的那個construction cost 其實是不斷地上升的 那Altis又有出來說 那又是說那個construction cost 剛才就是Michael所說的 你做concrete,你那個formwork 去排那些木 然後才去倒那些紅和泥 然後到那些紅和泥設定好了 你就拆掉那些木 然後又再釘一層 當然你的木後設定進去 然後又撬走 又再設定進去 用幾層呢? 那又要扔掉 那樣木就已經升了240% 由year to year 神經病啊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這一邊大多人多 就是說那個project risk 是說一個發展商 你賣出去的時候 然後你那個hard and soft cost 去那個margin squeeze 那去到某個地步 他就會說OK 我不再搞了 那我就賣地好過了 等多一兩年 wind up 然後再等 就是他們會等的 因為他其實不是這麼早急 那個financing cost 是一個minimal cost 是有個cost在那裡 不過他說 我等多一兩年左右 然後到限期 我就宣佈這個project cancel 然後我就賣了一筆錢 然後就賣了一筆錢 然後就說OK 再見 我又再玩過另一個project 我們都有這樣的情況 我們就少一些 現在有一個不開名的project 在richmond的 其實他已經賣了一整年了 那他是售貨的 但是他這麼久 都未曾出過一筆錢 亦都沒有收過第二期的 通常第二期的Deposit 就趕快追到你售貨的 就是你追到你百元 九十幾個電郵來追的 那他又沒有追他的第二期的Deposit 其實我們都知道 知道有些東西的 因為我很幸運 我不是做了太多 因為那些不是那麼厲害的開發者 我盡量都不敢接太多的 那就是三幾單 但是我看一個款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建築價值升了 然後他計算了一筆錢 我賣的地好過了 我賣的地有錢賺 但我建完出來就虧錢了 就是這樣 也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想跟你們分析一下 我自己就做會計 那我有客人就蓋房子 那他在Winsor蓋房子 Winsor是跟美國建材接釀的地方 他在賣四百多元一尺 當你們說建築價是六七百元一尺 他賣四百多元一尺 他賺到四百多元一尺 那他的錢是怎麼來的 是不是Wood Frame啊 木頭蓋房子蓋房子蓋房子 全部六層 六層可以做Wood Frame 不過現在這個Wood Frame 他們建六層 成本低的原因是 他不掘地不建停車場 因為地便宜 地面停車場 不掘地 這個可以節省到很多 那他在賣四百多元一尺 賣出來的四百多元一尺 欠都傻的都是 為什麼會去到六七百元一尺 我覺得有少少是建築商 現在大家互相唯威 在這裡撥行馬線 告訴大家這些東西是這麼貴 實質上是真的去到這麼惡貴呢 建築材料是上升了 但是建築材料的整個建築來說 我相信不是 人工是會貴 但是會不會突然間 Johnson知道的 應該看到就是 你批樓出來 怎麼一陣子蓋房子蓋房子 其實人工會不會有三十元一小時 做dry walk 去到七十元一小時 突然間去到這麼高呢 dry walk 是 由四個半到八元現在 但是不是去到十二元 但是為什麼整間樓 會收得這麼厲害 到底是不是一個人迷的恐慌性 大家在這裡做一些消息出來說 你們不買就沒有了 買通脹就是存在的呢 會不會是這樣的東西呢 我自己就未曾見到這樣的情況 我自己看回我有些project 不是那個project 我也有機會去看那些招標入標的 不過有見過幾個project 他們的確是有那個cost increase在那裡 剛剛說過那個cost 第一就是那個洪和泥做個foundation 那個form work 第二就是 都未開始做過紅和泥 就是掘地那個的excavation 就是在大多人多就只有幾家 真是有這麼多的heavy equipment 這樣你有150個construction site 個個都欠崩頭 然後有時候那個timing 就是知道有些 我什麼時候開始說 開始做那個excavation去掘地呢 我都很視乎那個timing 我什麼時候去聘請那間公司去做的 旺季和不旺季呢 剩下的excavation都有15%的margin 那個difference在那裡 所以說你time得好的 有時候你time得不好 因為你不可以只是說 我的excavation 找那個excavation去牽著你整個project去搞的嘛 所以有時候他說我貴一點都要照顧 不過你照顧的時候 那裡因為只有幾家公司 其實有一點是不要說弄著 不過是那個supply 因為整體來說 雖然你說我們大多人多的市 已經走得很活躍 不過未至於去到那個level呢 是這堆供應商呢 覺得threatened 或者我不去接這些job 或者我不去買多些heavy equipment呢 我就沒有了這些生意 那基本上 這個村子就只有三個醫生 那有多少個人病呢 我告訴你 都是只有三個醫生而已嘛 你排長龍啊 你還沒等啊 你要2Q的 你還沒自己多點錢 掛口費嘛 不過就是這樣 但是只有幾個 真的可以的 是這樣的 你說這個是不是壟斷 不是因為是有個cost of entry 就是在經濟學院說 我不會貿貿易去去買 去finance一個heavy equipment 因為我也不知道我拿不拿這些jobs 然後那些developer 又不會判一個tenner給你 因為或者你沒有 heavy equipment的 你都做不到生意 或者你是有 heavy equipment的 就只有幾間 所以結束的那個 那個bearer to entry 其實是很大 結束的都是那幾間 是這樣做的 有些trades就開始慢慢是有 就是 開始小一點的供應商都可以提供到 不過我們在這一邊就是 都是很難是 叫做一個很fully competitive environment 因為那個bearer to entry 實際上是太大 你看一下concord 在溫哥華的operation concord算是大公司 由溫哥華至多人多個都聽過 但是現在還未曾說自己開自己的concord 由始至終他們在溫哥華 他們是有的 不過在這一邊 他們不是說沒有project 他們有很多project 還在買多些project回來 不過所以他們不是說沒有資金 他們不是說沒有經驗 他們不是說沒有那個宏觀的角度 不過 somehow 他們覺得在多人多的那個營商環境 依然是no know 我再加一點點背景 其實簡單來說 Johnson已經說了 挖地的情況 只不過是其中一個情況 可能在溫哥就不需要挖地 其實Toronto有個叫做TRCA Toronto Regional Conservative Authority 他們評估可能分分鐘有 就是as a result 每個site的project 可能要尋求20個report的requirements 那麼那個cost of ownership 就是可大可小的了 它要你做這件事 earn your bird friendly 又加點錢 一會兒 make sure沒有flood 又要加點錢 一會兒說 喂 你不夠part 我又要加點錢 所以其實有很多制褶 是不是 所以 The Long Story So 可能Toronto的營商環境 是確實是比較多的requirements 所以 as a result 進程比較慢 至於溫哥說 就是為什麼這個project risk 都是risky 都照他 其實這個project 相對來說比較少很多 有這樣的opportunity 很多人都想動 這個沒得走的 勢在必行 是不是 嗯 所以我覺得 就是 他們的move 都是合理的 但是整體上都是看大事 是不是 各個似乎 就知道 喂 其實上得真的很快 不要回到2017年了 是不是 所以 很多人 就一見到 那個stress test 說可能 6月1號加 大家都有個wall 開始停止了 是不是 而且 而且 疫苗就開始打齊了 那些人 可能 去回到正常 也要考慮 如何準備好 做其他事 但是 始終 不一樣 譬如說 政府說 6月1號 stress test 那你的賣家 不是應該 6月1號之前 買了它 就不需要 go through 這件事 因為 morbish 你不 quitify 就不quitify 實質關聯 可能 真的 stress test 和 roll bank Didi bank 這麼多間銀行 都說過熱過熱 而且 Toronto 是每個月 3%的價錢 是真的 我大我小 不如我們 先說回 Wangcoufer 因為 我就 抄了一些 數據 你都知道 我是學生 一定是要 講數據 這個是Wangcoufer Wangcoufer 其實 就賣了 4400多間 相對來說 4900多 然後 其實 sales compare last year 其實沒意思 last year 這個時間 跌得很厲害 他說 三倍機 是吧 但是 相對來說 他比上個月 就賣少了 少了 sales 我找不到 是十幾個 percent different 總之 3月的sales 就比4月的sales 這個是 conclusion 從這個 Wangcoufer 然後Wangcoufer 正式賣了 active listing 就有4,400 for this detached townhouse 就1300 apartment active list 就是4000多 都差不多 沒什麼走跌 sales 似乎 condo 都是最厲害 2200多 dietached 都很厲害 1600 townhouse 因為小的 proportional 來說 就是小的 大家看到 benchmark pricing dietached 差不多 1.8 million townhouse 還沒到100萬 benchmark priced for apartment 就貴了 70多萬 相對來說 Toronto 的apartment 便宜一些 但是整體上 它就是大約110萬 on the average for the whole thing 依然是高於Toronto 少許 Toronto 今個月應該都是 109萬 on the average 這個就是Wangcoufer 的匯報 市場仍然是好的 就是這些數據 有時可以看你跟誰比較 你說你跟上個月 比它買少了 其實其實都仍然是很多 不過就沒有了 搶到法神經的不正常 其實很老實說 你三月份那個市場 是一個不正常的 就是千年難得一件 或者十年難得一件 二十年難得一件 就是奇境 就是在這麼短的時間裡面 噗噗聲的升上去 是奇境 我想那些人始終都有一天會理智 會正常的 沒有可能一直升上去 無了期 一定會爆煲 它又不是爆煲的 我看不到bubble 我繼續說 有人經常說有bubble 沒有bubble 我覺得這樣是健康的 你這樣就慢慢升 其實都是升的 其實很老實說 你始終都是 供求是不 我想你肯定好一點 那些人就開始來的 那些人一開始來 你還有一整二十萬批 都還沒來 那些人都要住的 是嗎 那我會覺得是慢慢升 是正常的 就上個月那些實在是太不正常了 真是 我們做經紀也不是想看到這樣 是太過分了 其實 很辛苦的 經常都說 慢慢暢安法 你自己都會 一張又不行 兩張又不行 三張都不行 我們做經紀也很慘的 你猜不到價格 兩星期的價格 今個星期的價格 已經不一樣了 是呀 海鮮價 是呀 海鮮價 所以問題是 說知道你多有多聰明 總是你的買家 如果大家捏著娥巴 你一定會失敗 但是問題是 他又未必相信你說話 所以是難充 不如好像Michael那樣說 我們其實是最喜歡的 大家一個對一個 慢慢聊慢慢捏 那就更舒服 但是這些 不如我去一去 不如我去一去 Toronto那些數字 好 然後你就回頭想說 因為這些是第二市場 第二市場我們看到的模式 那第一市場又怎樣呢 我待會看完再評論 再說 Toronto和Vancouver的走勢很差 差不多的 那大家看到 就是買了13000家屋 然後比上個月就少了 12.7%的售價 但是依然是很強勁的 因為就是3月那時候是crazy的 那這裡還有什麼特別分享呢 就不多過有什麼東西可以特別分享 那就是整體上來說 他說price year to year 呢就升了17.8% 那但是其實呢 就是他也有說到 average selling price 就是year to year 就33% 我不知道這兩個計劃有什麼分別 但是相對來說 我就覺得33% 就比較合理一些 因為Toronto過去很多個月 一直看著每個月升至約3% 那所以其實這個也是一個嚴重的問題 這些樓價不斷升 是嗎 始終也是 不是 他17.8%是說的那個HPI 那個Housing price index 是index了去那時候 十幾年前 去做這個index 那時候去normal out 所以其實joy telling 就是看回那個year to year 不過就各位聽眾就不要忘記 說的是3、4月上年那時候 剛剛出了一個emergency order 在Ontario 那時候突然間dump break 4月那時候還沒回得氣 所以突然間 每個人都很恐慌性 說這個covid是什麼東西 那所以year to year 就不要看那個number 那個是會有少少 反而你看看上年那個average out 那個走勢是怎樣 那那個 就是 幾個月 六個月trend 那個trend line 是Hoteling 都還在上 所以都是17.8% 就應該準確一點 是的 好的 因為我們經常看到 他十年計的那個是sales sales沒有五五關事 我看的price 17.8% 那都17.8% 都可以接受的 下一年 但是你看回那個新樓盤 譬如我們剛才跟Johnson說 新樓盤 我們re-sales真的 slow down 但是新樓盤 我們看回很多新產品出來 都是很厲害的 價錢沒有平的 一邊一個比一個貴 但是那個時間都是很 譬如說你一個不是太大的project 你都是一個星期兩個星期 sales 你怎麼解釋這個問題 為什麼我二手勾 其實是我Johnson 你Wan那裡的比較 我覺得跟Burnaby差不多 當然Wan那個是Wan downtown Burnaby Michael那個珍珠 那裡就不是downtown 是close to downtown 但是那些900多元 你那裡的多少 1,1200 1,1100 1,1100 也不是很貴 900多元的那件事沒有了 只是說的 只剩下兩間 Burnaby 我買不到900多元的 沒有的 其實現在的平均 我現在算得到 因為我平均 是1,1100 1,1100 我認為是有交加比機很少 但是 你想想 大概是10分鐘車程 就由修記 不是珍珠 修記 可以到metrotown 是賣1,1300 其實那裡賣900多元 是一個公開的 就是公開的一個技術 Michael想說其實很笨 是的 可以考慮 是的 是要賣快點找我 Burnaby Wan又買了一間 然後Burnaby 兩邊都去到 你按摩 我大哥 按摩 好 幸好是按摩 剛才去好像爆粗一樣 你按摩 I want to buy one I want to buy one I want to buy one 是一個好的開始 但是新屋 是不是真的沒有什麼影響 兩位大哥 其實新屋 新的幾個盤 是開始試著新的價錢 其實每個發展商 在過往這兩個月 是每個人 你看上加下加對加 每個人都在看著 所以每個人 說發展商不貪 就是假的 每個人都會看高一線 去試一試一下 尤其是看到好像去到的 你就不會說是試水溫 你會反而不是試水溫 不過那個pricing strategy 我是想試一下我的高位 可以去到哪裏 所以他就會在那個出貨的策略來講 就會因應回市場 然後就會找一些貨 去摸一下頂 看一下那個是怎樣 不過大部分的貨 都會是一個market price 然後有些貨 專門是抹高了 然後他會說這些貨 我制銷一點點 都沒有問題 OK Cancord Downtown Wallace 和鷹那裏 1400-1500元 去不去得好 那裏去 4年之後 4年之後 不是 兩年之後 兩年之後 OK 但是那裏去得挺漂亮 那些價錢 反而就說 Cancord就維持著 牙膏這樣 他每次出十間八間 賣完之後又出十間八間 變成沒有人知道 根本的 平均價錢是多少錢的 每一次他做一些 東南西北方 方便那些 我想Johnson 都理解他們的運作方式 那麼他令到你可以困難 根本你都不知道 賣完之後你都不知道 平均價錢一尺 是完全每一次 那舊時候那些買家 現在 那就要計算那張合約 就是 Case by case 全部取消了 全部取消了 重新來 全部取消了 是的 那你現在好像 前兩天和33 Yorkley的Petwood 聊天 他都說是的 職就不改了 價錢 我們現在還在計算 計算出來 我們就會開盤 其實那個真的要講一下 你有一個 好像酒樓 一個新管理 那以前的波羅包 就兩個半 因為新管理 現在的波羅包 就五個半 那為什麼 因為我想收你五個半 我想收你五個半 我想收你五個半 因為我們時間上半場差不多 去到28分鐘 那不如我們去一去廣告 好 稍後開始這個 好 可以爆炸性 波羅包的問題 因為Ben可能會發脾氣 會說出來 好 稍後回來 好 好 歡迎各位 又來到我們 教育生活下半場的 第三環節 上一半場 我們講了一些 新的開盤 剛剛講到 有些新的 在訂價錢的時候 可能Ben Sir 有一點點意見 可以發表一下 其實 買賣是很公平 我們覺得 買賣很公平 不可以說買樓 就要額外的開恩 或者買一些東西 就要額外 要給你七天去選 你買車買什麼都好 你買駐車買什麼都好 總之 市場就很公道 你覺得是 買就買不買就算 就覺得 沒有必要去斟酌 是說有沒有些人去做一些 狡惑的事情 令到你去落雜 其實每個人都知道 是不是落雜 而剛剛聽了幾位大哥分析 如果這個市場 始終都是上的 如果在升得很快的時候買 和慢慢升到才買 其實我覺得都沒有什麼分別了 總之明天比今天 本來明天比今天兩元 現在明天比今天一元 始終大家都知道 大家都分析過建築成本上升 每個市場發展 一定會在未來每個西 都加很多不同的科軍集積下去 一定會各樣都加 各樣都要開發也好 大家都知道 錢是一個貶值化下去的 當知道每個國家都不停印錢的時候 其實流出來的錢多得不得了 所以大家就是說 想喝一瓶美酒 想吃一條美麗的海鮮 就沒有淋飾 是真的沒有淋飾 而到了一個地步 我們是不是還是這樣說 買樓是每個人的必須品 幸好在座幾位都覺得 其實買樓不是一個在座人 不是市民的必須品 買樓是一種等於在買賣 我們是不是一定要顧及到 每個人都買到這個東西呢 對不起 買家是沒有這樣的責任 顧及到每個人都買到這個東西 在市場上 除非政府入手 但是這個政府是無能過無能 絕對是無法入手的 也都不會想入手的 他只是一把口 只是在疫情都搞到大頭罰 兩樣都是大頭罰 政府就是大頭罰 但是你沒有路線判下走下 就一定保險 其他人做多少少的東西 都怕不及一張選票 在這個政治體制之下 其實你們幾位 選擇地產從業 絕對是一件英明次 我就遲了 我想我下輩投胎 就跟你們幾位大哥學一下 在地產裡面 找回兩架磚頭 街磚也好 對 我們剛才說過 譬如說 我是Yung & Blue 那個新樓盤 一個新的買家 買了之後 聽他們說過 照舊大力價錢 重新再編 他們說 因為他們有很多其他的選項 在這裏 而且費用加了很多 所以他們就說 他們之前是1,12元 現在可能是1,67元 但是我們 就是行外人 我們不是做建築的 他說加到五百元一呎 我們都無話可說 最重要是 基本上是 我們分了多少本 讓我們拿到我們手 因為舊外客 我想跟大家分析 我們知道 其實買樓花 和買一件衣服 和一件衣服 和一件Hermes的袋 是有很大的分別的 我們是買一個合同 去買一樣東西 我們不是買一樣東西 我們真的沒有買到那樣東西 下袋子 那樣東西 真是一個虛無飄渺來的 到時起一出來 拿幾隻小幾隻 你都要 他說改什麼 你都要 因為他們的發展商的律師 真是厲害到不得了 而且那份文件 在Johnson的指導下 是天衣無妨 Johnson 其實這個是正常一個買賣 正常 但是某軍說 我違反不了 我做不到 我賣盤 或者就是 discontinue這個project 其實就是 對於 那個 consumer的保障 是不存在的 因為別人是真的 真的 不是 有保障 保障 你要拿回那些錢走 所以你就不會說 就是 沒有了 是賺賺了本 OK 不過你會賺 就是賺了那個 機會成本 the opportunity cost 我的 the replacement value 對 因為你說我 四年前買了個樓花 然後四年後 發展商沒有上升,那我拿回四年前的錢 按照那個Condominium Act 你有那個少少的利息 好像是0.0001%左右 然後你拿回那幾元雞 然後就說OK多謝,Thank you very much 然後拜拜了 然後你同一間樓 所以我剛才針對他們 哇,老闆連職都不改,用回同一個職 你真是翻證 你也改一下吧 是呀 門都怎算是開呢 因為我有操刀幫我的發展商的客人 是一個project,他失敗過 然後就賣了盤給人 然後我的客人就買了那個盤 其實是溫哥華發展商的那個 然後我就跟他談 然後他開頭就說不如不要改那些職 那我又跟他說同一番說話 你不改職 別人以前賣就三十幾萬 你現在要再出來呢 就要六十幾萬 你一個開 這樣 或者你不改一些東西 別人怎麼覺得是 就是那個心理是不強 你已經是由外地過來 由溫哥華過來的 別人已經是九五 都不知道你是什麼 那你的產品又不可以說英俊 那有很多 不論是買家或者經紀都會質疑說 你憑什麼收我這樣的價錢 所以那時候我成功 是游說到那個發展商的客人 是改了九十幾個百分之的 那樣 他那時候是重新 即是開頭想著就真的重新包裝 然後就說其實這樣不可行的 那你是要重新再做那些職 那我們的外表沒有改過 不用再去做Urban Design 不過呢 內面呢 就全部改過了 那他要 即是那個職樓 簡直是重新一個新的項目去收費 那不過在最後呢 做了一個另一個產品是強一點 那些客人是受惠 發展商是有得益 然後經紀 途中是有一個新的產品去收費 同一個位置 不過是一個新的產品 那樣是整個過程 我覺得是一個Win-Win-Win situation 所以Johnson 是有良心的企業家 哈哈 但不是每個人都肯聽 不是 有良心的 是善良的 那就是 但有些人都是我們 是有良心的 是 是 我不敢 不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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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空間 你可以直營的 有東西賣就很好 現在 我已經算是很幸運 其實也不應該 有很多是 真的 門口都入不了 真的入不了 我入不了 我有幾間 入得到已經是 算是這樣的 你說不可能全世界都 入得到 因為有些人真的不休賣 你要理解是供求問題 有三千人欠了兩百個單位 那他需要威脅你 你買不買不買就罷了 是不是 他給你面子 就讓你走進去 那 他又不會為你減價 說真的他沒有死錯人 發展商 已經算過了數 其實說真的 你 那時候爛尾為何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他也不是爛尾 就是他賣的時候 賣得太便宜 他就賣光了 那建築銀幣就升了 發展商在想 我建完要虧本 我賣個地出去 我有錢賺 那我當然是賣個地出去 那在商延商 我是他 我也會這樣做 是不是 其實一半都是市場的作怪 因為市場的作用 令到它根本上是存活到 你買了筍盤 那個危險就在那裡 因為 它要花5、6年才能發送到 所以是市場的現實 所以 Ontario就有個Tarian 可以不斷地報一報 是吧 但是 都是一個 合理遊戲規則 只有靠 比如Michael 或者Joseph 早點跟別人說 你有這個風險 始終都有 不是 不過在這方面 譬如安省現在的規定 消費者的權益的保障 是慢慢加強了 這樣就是 在BC省就是 你還未開始說那個合約 我就要先給你一個 Disclosure 給你看 OK 你就要簽個聲明 我已經看過這份 是未見官 我就已經嚇到你鼻子都沒有肉 我依然想買樓花 好奇快 在安省就剛剛改了一項條例 就是 令到你簽約的時候 頭那份紙 就要說明 第一個 就說明 你現在買樓花 這個 是有可能會起不到的 OK 然後第二件事 會提醒買家 就是 你買樓花 你有10天的冷靜期 10天 10天 這樣是 令到是很清晰 讓每個人都知道 這個遊戲規則是怎樣 就讓有些 有些商業公司 可能他們不是說得很清楚 或者解釋給客人 不是解釋很清楚 讓他們真的 認識一個消費者 好像Ben說 是一個 怨打怨捱 是一個交易 然後 你看著這個 明馬實價 這個這樣 然後你依然 選擇是想買的 OK 那你就買 這個又不是說 買空氣 這個是買一個 我幾年後 那個發展商會送 不過 一個好處就是 你今天就可以 鎖死了他日的價錢 那就不用說浮動 現在不是說 我現在會買一個 礦物給你 不過 那個 我都不知道 什麼時候是 到我那時候才定一下 所以 是一個 有一個 就是買一個 選擇這樣 我定了 有很多人都不了解 其實樓花是買什麼 以為樓花就是一個物業 以為樓花是一個業權 其實是一張商業的合約 好像 當成是一個 一個 其權 指定的價錢 指定的價錢 有人會盡他的能力 給你錢貨 我都是盡他的能力 等於 說得明白了 吃煙 半個煙包是 那個燃費 那些傢伙一樣 吃煙 你會怕那個燃費 不吃煙 就不會的 等於提醒你 你中日陷阱的了 教堂簽結婚證明書 你都知道 標記都要來了 你都知道 你都知道 發生所有的事 你都做 你這麼好去怪 那些人就去 嘩 為什麼好像 我們Toronto有些 良心企業 好像Cornerstone 那樣 就是用一些套裝 介紹給人 是一個有前景的 老實的 那其實呢 買樓花 不像你想像中 那樣 那樣 當然有風險 有爛尾盤 以前很多爛尾盤 我都看到 都怕了 但是近期 爛尾是除了 因為2017年 那時候的價錢 噗一聲 起到這麼快 那所以 雖然 Joseph 在那裡 就是 中了箭 如果我沒有記住 不知道 沒有什麼 還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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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其實那個 我覺得 也是市場現實 是很多 震撼 雲頂那個 是市場現實 是嗎 就是那些 那些 賴尾盤樓 很不幸 我本人都中過10個以上 什麼 我以上賴尾盤樓 是建不了的 那你真是大樓 都不建那層的 我試過買了 整座樓建 28號 買了 他說他蓋 我買42樓 他蓋了40樓就不蓋了 哈哈哈哈 他這樣玩你嗎 是啊 因為 原來 最後他們告訴我 要蓋多兩層 成本貴很多 因為蓋40層 和蓋42層 是完全不同 建造的 兩樣東西 所以他蓋不起那兩層 哈哈哈哈 所以發現 那幾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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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部都去到40樓 不去的 整排樓去到40樓 就不去 那這個沒辦法 你自己想得到 所以說這個 我亦都沒得爭 沒得爭 沒得爭 這就是教訓 因為你想得到高 所以 就高了 就高了 高了 高了 真的可以 真的搞笑 嗯 但是那時候 如果他真的 你買到 加一下 可能真的 double 不止 double 當然不止 double 40多萬個 現在過了百 起碼 真的高層 42樓 10天房 他就不賣 他接著 拿一些樓 樓底貨給我 用當日的價錢 三年後的價錢 只剩下那些 用三年後的價錢 告訴我 我三年前買了 他說沒有那一款 那個樓不建的了 沒有機會的了 我現在給你買 你說那時候幾時 那時候幾時 2015年 2015年 那些是零年買的 2015年 起好之後 你可以用一年的價錢 買一個一年 10年這麼便宜 可以 是啊 一年很便宜 哇 40多萬 還買Dowtowntown Roger 那裡 差不多 是啊 什麼時候會發生的 沒有人在發 我跟客人買樓花一樣 我記得胡編 Pier 27 一樣 那客人選了之後 然後 不知道一年後 告訴我 你單位改了職 你的單位 取消了 因為他搭配到旁邊 所以你那個 沒有了 那客人說 那怎樣 那不是沒有了 別人扔你 那麼簡單 選了沒了 我又想問一個問題 你們幾位銷售 包括Johnson Marketing 在樓市一直直線 在過去10年 一直大市一直上 那你見過很多客人 就是通常 就是賣到給他 他的等樓一定是 就是升 是不是 你會不會 見到那些客人 他們很開心 說 多謝你和我 搞定了 還是說 喂 你有沒有搞錯 弄了一個盤 那麼衰 那他又 他賺到他又不跟你說 是吧 有沒有這樣的客人 就是客人走回來 鼓勵你們 或者踩你 這樣說法 他買得好 就是他們眼光好 不是我們戴得好 或者不好 就是 哇 你點這條黑路我走 就是這樣 永遠就不會我們騙他 他買得好 記住 不是 其實 有些發展商是有良心 那有些買家 都是很有良心的 那我想說回 有一個客人 就是 在香港的 那他就兩邊飛 那他的兒子就在一邊 那又回香港 那他那時候買一個condo 那然後 我記得他那時候收樓 因為他人在香港 他就很不了解 那他那時候 我那時候就 給了我的手提電話給他 那他又WhatsApp給我 又微信 又打電話 那些經常都跟我聯絡 然後我就幫他搞定了 他那個收樓的過程 那他是很感激的 因為他那個兒子 或者是 不是當時他買了一個樓 到到收樓 我們收這層樓 是兩年前 他是買不到東西的 OK 那他真的 他媽媽是 在香港是賣雞的 OK 那他經常都說 阿正 你回來香港 我做好些雞 我給你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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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好 好 有些例子 是因為樓花 是令到他們 上車 是幫到他們 而他真的 是 WhatsApp給我 就說 多謝 他就飛了過來 然後自己收樓 他就說 他就很滿意 OK 那是有些這樣的例子 那是 麻怨就真的很少 不過 讚我 也很少 不過 偶然是會有些 是記得 是幫過的 然後自己 不需要別人稱讚 就是幫到他們 見到 就是 每個人是可以做到事 他們自己可以上到車 是真的 因為這一個 即是 我的項目是沒有很高 那是 每個人都可以送到 OK 又不是說拖了 十年後 是真的交得很準時的 嗯 挺好 Michael 我大部分都是開心的 很好的經驗 我也是 好像 只要你的樓盤不很高 你就OK的了 那樓市本身的價錢 在長期期間就會升 是不是 其實他就算買了 成交的時候 虧了 他肯保持三五七年 都是會升的 是不是 所以你說真是 興奮的 就是那些投機 太過分 那些 他有20萬 他要買兩間 是一間 一間 還要跟整條村的親戚 一人加一萬 那20萬都是這樣 十個親戚 一人加一萬 買兩間 其實大部分的客人 我買了樓在溫哥華 多倫多這些地區 只要那個心態 不是打算炒賣 就是當是一個投資的心態 我覺得 須記得一個抱 我們比較聰明的 會選擇一些好的發展商 來賣 其實說真的 回來讚的 回來多謝的 即是有的 有很多 他不穩定我 他真的賣不到 那是這麼巧 其實說開又說 大家兩岸都是市場這麼熱 曾經 過去十年有幾個 有沒有外來人 過來加拿大 購物 過來旅行 見到有樓買 就買 多不多這些類型的人 不多但是有 絕對是有 跟親戚來看 咦? 我來講的真是好奇 香港人 大陸人 覺得我們的樓很便宜 是的 他們覺得 嘩 為什麼這樣 我買的車位也不行 他當然是這麼想的 還有雪櫃嗎 還有冷氣嗎 嘩不是吧 這樣就買一間了 又賺二十萬三十萬 真的有這樣的 我有一個朋友 他過來玩 然後我們跟他吃完飯 第二次吃飯 我買了等樓 我們買樓 我為什麼買樓 我都打算回來 這個價錢又值得 打個電話給老公 他說OK 就買了 馬上打嘴 不想都不想 因為他們真的覺得便宜很多 所以買 我們是 早幾年未有那個 Non-resident sales tax 是有這樣的 買樓團的 有些朋友是做這些 有些經紀 跟一些 簽到 以前不是那麼容易過到來 是要特許有些邀請信 才可以簽到 簽到Visa 然後幫他做EVisa 然後幫他一條龍服務 走過來 又玩幾天 然後就買幾天的樓 然後那時候 我安排說 你去我幾個sales office 那裡 然後我就 關了門 就是一個VIP的服務 幫他們去選樓 是選得很開心的 真的好像買一棵菜 喂 你又買到哪 我又買 好啊 好啊 那時候 沒有這個NRST 的顧慮 是很開心的 如果我沒有記錯 大約 92 93年 那時候 就是香港 97回歸 有一幫人 打算過來 那我當時記得 在我們家附近 我買了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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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Markville Mall 那裡附近 是Markville High School 對面有個盤 三百多個單位 那時候是Monna 製造的 三百多個單位 是一個weekend 是有個團在香港過來 那幫人旅行過來 那個weekend就買完了 一個weekend 所以那時候 那時候是93、94年 那時候是最低微的 那時候 那些人打算過來便宜 二、三十萬 就是想都不用想 就是已經有一個跌 就是超實 當年 我記得這個就是潮 其實加時至今天 香港很多人 開始移民潮 就是回來的 其實有沒有看到這個現象 一個旅遊巴 沒有旅遊巴 過完的禁止便可能有了 是的 大家所有那些吵 不用看盤 以前就要去 你買自住的房子 怎麼可能不看呢 他們回來馬上要住的 他不是買樓花 我跟你說 我有一堆我的年紀 就是我四十小時 我的同學那些弟弟 現在回到家 會哼一隻哥哥出來 他們很害怕 他說 他說 他一開電視 就是國民教育 不停播 不停播 一去地鐵 那些標誌 全部是國民教育人 但是 這首歌也挺好聽的 都可以 回到學校 回到學校的老師 又不停的國民教育 那你的小孩子 他真的不知道 他幾歲 七歲八歲 他回到家 他不是說我和我和我和我 他亨起這個國客 就是這個國歌出來 我們要有些愛國的情意結 沒有問題 總之 很多人過來 所以其實 現在 如果 飛駕駛 在他家裡 周圍兜兜一輪 然後做些好的影片 一個影片 你真的不用看 你已經知道了 當然有個最後一觸碰 但是 始終買樓 是不是真的這麼需要 都看得企企理理 這樣 不是的 有時候 買樓是那個感覺來的 進去 有些人 你看到 好像很漂亮 踏到他 所以為什麼很多人 帶個小朋友 進去房子裡 進去那個小孩子 呆了 不動的話 就走人 小孩子進去 走人 真是的 我試過很多次都是這樣 有個特地帶個很小的 四五歲 剛才會查 會走的 他呆了 站在那裡 他根本 二樓都不用上去 我就可以走了 所以有些東西要打 是真的 你的照片 很失敗 你看到 豬扒 都變了美女 是的 恭喜你 剛才說到你 你真是醜 你再說過 豬扒 豬扒當什麼 變了什麼 你是否要看現貨 你自己住那間屋 投資真的會這樣賣 但是 真的 那間屋盡量都 盡量都看一下 是不是沒有 不是沒有 現在有些香港人是這樣買樓的 因為他怕被人批收 他都用一個 投資的想法來去買 但是你真的買自住那間屋 你要去看 那你二手樓怎麼都要驗一下 就是正常 這幾個月沒有驗樓這件事 你進去看有沒有味道 要看一下 你怎麼看 那你怎麼知道這些東西有沒有壞 是不是 最重要是他的感覺 因為 或者是一個家庭 這樣 男士就未必會這麼care 不過他一定要兼顧他太太 和小朋友 他做這麼多事情 都是為家 所以他不會說 枉固這件事 走到最後那一步 那就有個失敗 他不會 他不會 take a risk 他無需 take a risk 就是隔山買牛那些 你説 investors當然會 或者除非他真的 逼著 是救生艇計劃那些 才會逼著過來 他是要很大的 motivation 是要有錢 然後他又有個急切性 那個時間 是逼著他 一定要拼取 他才會 否則他一定會走過來看 是 是 是 其實我想有一件事 可能是種族歧視 我想問 印度人的屋 如果其中一件事 我去見一間屋 除了見到的食物 進去有沒有味 又是另一件事 如果印度人吃這麼多咖喱 那些味道已經放進去 還有他們的屋 比較暗些 其實相對來說 這些類型的屋 如果有盤 譬如亞洲人 通常會怎樣處理 這類型的屋 打算翻身 都會蓋過 都不用的 不是的 通常會做 如果全部都塑了味 怎可以塑了味 怎可以塑了味 最慘的 有個好處就是 因為大部分這些 族裔的 他喜歡鋪地毯 地毯 我扔掉它 就已經沒有了一半味 那就變成是要 是要做些工夫 但是這樣不難 有很多人 今天就追到客人 開了衣櫃 看到他的神 很多人很害怕這些東西 你知道他很喜歡放在衣櫃裡面 有時候 打開衣櫃 有個神在裡面 是啊 然後嚇一跳 有時候這些 我們都不知道 我們沒有說過 他一定放在衣櫃裡面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自己 很多年前買樓 就是我的經紀 就會跟我做了 inspection 每一間屋 看完完 看完之後 才帶我去看 我不會突然 就驚訝看到 有個神開了衣櫃 有什麼事情 有這樣的招呼 當然沒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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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誰有 喂 我以前做resale 那個時候 就是要做showing 的時候 就會跟客人說 你全部這些東西 你自己的種族 什麼什麼 你要prep你選屋 一定要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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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差不多了 今天 下個星期 同樣時間 繼續收聽 繼續回來再聊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 謝謝 拜拜 拜拜